欢迎回来继续Focus来看小行星样本 小行星被弩跟太阳系的历史接近 都是45亿年前形成 这次美国太空总署NASA派出的行星探测船 花了7年的时间追上了小行星 并且抓取了它地表的土壤样本 太空舱在经过了艰辛的降落过程 终于在9月24号平安地落在美国犹他州的沙漠上 半磅的土壤样本 全球有60多个实验室都可以分到一点点进行研究 降落降落 太空舱以35倍音速穿过大气层 测试数千度的高温让太空舱表面燃烧 降落散开起高度还比预定高了四倍 控制中心人员一度担心 太空舱是否会在穿过大气层的13分钟航程内 惨遭烧毁 沙漠里一小群人围观拍摄见证历史时刻 美国史上首次捕获小行星土壤样本 这降落得来不易 等了足足七年 2016年美国太空总署的小行星探测船 欧塞瑞斯带着众人期望从地球出发 时隔七年才回到地球上空 从十万公里高度投放下 这个载有土壤样本的小太空舱 9月24日完整跌落美国犹他州沙漠中 如果生命起源是行星撞击 这个近地小行星贝努最快在下个世纪西元2182年 有27%的机会撞上地球 NASA悬上贝努是因为它够近又够老 每六年绕进地球一次 跟太阳系一样差不多45亿岁 欧塞瑞斯号花了两年追上贝努 进入其轨道后又花了两年观测地表 2020年10月才真正降落贝努 不过着陆之后任务一度并不顺利 巨大石块阻挡 机器手臂接触到土层后 松软泥土又不断下陷 45亿年前可能是什么样的成分 撞击地球后产生了生命起源呢 我会想到这些素质量 是有棉质量的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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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有棉质量的那样 上海上尾巴 我确实会有些不错的 浇灰的太空舱立刻有直升机载运到实验室进行初步检查 然后将运往德州休士顿NASA太空中心分装 全球60个实验室超过200名科学家都在引颈细盼分一杯羹 但这杯羹可能真的很小 日本曾经在2010年从小行星四川取得部分土壤 2020年又从小行星龙宫抓取到一些样本 但只有不超过两茶匙的量大约5.4公克 这次美国太空船带回接近半磅 约226.7克的小行星土壤样本 数量明显增长 渴望两星期后有初步分析结果 花了七年去了解遥远的小行星后 探测船欧塞瑞斯继续去追赶另一颗小行星 预计2029年到达 而人类拿到可能的生命起源样本 积极研究45亿年前的事实 也许可以好好思考如何爱护现在这颗我们仅有的地球 TVBS新闻综合报道